盛盖博士公布了对于新冠疫情向的经济复苏 经济增长以及再投资策略的计划方案 一起来关心今日的洛杉矶地方新闻 而自上个周末以来 加州还有洛杉矶线的单日新增新冠确诊人数 似乎是有缓和的迹象 根据洛杉矶线公共卫生局的数据显示 28日也就是今日洛杉新增的确诊病例为2708人 新增的死亡病例为51人 同时洛杉也加强了对于企业抗疫的监督 强制关闭了三家爆发新冠疫情感染严重的食品加工厂 这三家食品加工厂均在盛盖博谷周遭 每家企业都有超过40名员工确诊 位于工业市的Golden State Food Corp 确诊病例43人 位于阿苏萨市的S&S Foods加工厂 确诊58人 专门生产墨西哥食物的Mission Foods旗下的一个加工厂 也有确诊病例40人 目前这三所食品加工厂都已停业 但尚无法确认洛杉政府是否会召回工厂生产的食物 除了这三家食品加工厂洛杉矶县 此前曾于一家服装加工厂中爆发疫情 洛杉矶服装公司的加工厂 当时曾有375名职工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 那也是自洛杉新冠疫情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疫情爆发 洛杉公共卫生局局长Barbera Ferrier表示 在目前情况下 洛杉不排除在未来 会关闭更多的经济设施 为了保持经济重开的同时 抑制疫情蔓延 洛杉矶县卫生官员 持续访查企业防疫控制措施 对违反卫生安全指南的商家 进行罚款甚至关闭的处理 自3月以来 公共卫生部门共收到 17808个有关企业违反抗疫指南的投诉 并调查了17000多家餐馆 3500多家杂货店 600多个游泳池和3000多家其他企业 洛杉卫生局关闭了其中的26家餐厅 一个杂货店 一个游泳池和其他67家企业 连日来 加州新冠疫情持续蔓延 截至7月27日 全加州共有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463635例 死亡病例8550例 常滩市市长罗伯特加西亚的母亲 盖比奥唐娜 于周一因新冠肺炎的并发症去世 年仅61岁 她曾从事医疗保健工作超过25年 每痛失一位患者 都会加深人们对新冠病毒危险性的了解 加西亚曾于两周前发推文表示 她的母亲及继父确诊新冠病毒 当时两人在长滩纪念医院治疗 虽然已经使用呼吸机 但病情稳定 遗憾的是 周一加西亚却通过声明宣布 母亲已经病逝 在加西亚的声明中提到 她的母亲从秘鲁移民到美国 成为了一名医疗保健工作者 在职业生涯中曾经照顾过成千上万的患者 并协助深爱的护士和医生 加西亚说 母亲热爱帮助人们 并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目前洛杉矶县已有新冠确诊病例 三万九千七百五十二人 公共卫生官员表示 虽然目前新冠确诊病例中 年轻人比例增高 但老年人仍然是死亡风险最高的群体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